好,進來了,一開始就看到大橋 這個Live2D好像也不賴喔 開啟征戰 喔,發招了,超人 你好樣的啊 你竟然會發招 道酒館 沉浦 其實初期這樣子感覺好像還不賴喔 主要是被他的Live2D吸引到 那立惠角色這樣子也算都不錯 打張角 神普進來,橙色武將 開局就給你好體驗 只是,不是女生的角色 有點可惜啊 張角他是 治療召喚類型的 放技能其實不普通通耶 比較像網頁遊戲那種感覺 但是 角色有搭到配音 還有一些音效 所以還算OK啦 完成了 直接要開啟征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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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董卓 這個畫得不錯耶 好幸福的男人啊 被那麼多女生圍起來 被那麼多女生圍起來 有 身上槍 開招 啾啾啾 那傷害也太高了吧 我實際拿到手角色 傷害肯定很差的 好,進階啦 武將技能 戰鬥的節奏 稍微慢了一些喔 應該有加速吧 喔,好廢喔 喔,好廢喔 喔,關屏關心 好,又過了 那這些碎片是可以去進行掃盪的 材料足夠就可以直接進階了 角色升級 好啦,這是基本的角色成長頁面啊 打光好自己打就好了 跳過 手沖 孫上香一隻 收復層齒啊 就會給你一些獎勵 點降令兩顆 登陸好禮 海量元寶 喔,第二天 第四天 第六天 都是十連抽耶 第七天自選紅將 封測封尺 兩倍反力 好吧,成長頁面剛剛有看過了 基本上就是點一點而已 回到主城 有很多還沒開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能不能 哇 兩千七百耶 夭壽 抽到碎片 黃蓋 啊,這個抽一定都是很坑的啦 都是給碎片 然後 登陸好禮是沒有看到的 但是 整個畫面看起來 就是很像網頁遊戲這樣子 尤其是在放招的時候 那進到世界就是開始 一層一層的收復 其實這個有點 推關卡的概念 所以它比較不算是成戰遊戲 來看一下戰鬥吧 現在戰鬥打到哪了 這首位都那麼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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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啟自動了啊 現在開啟自動了啊 立隊領敵 立隊領敵 一層一層的 遊戲還是在封測期間 所以 就是遊戲還是有點卡卡的 你看已經卡成這樣了 好吧 遊戲不然就 減短的試玩到這裡好了 大家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